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普安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月24日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在我县召开县域足球发展研讨会 共同研讨中西部地区县域足球发展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湛和 副理事长 秘书长马栓有 贵州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马上海 县委书记龙强 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罗利 出席会议 王湛和说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身体素质 振奋民族精神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县域整体形象 助力乡村振兴 基金会将与地方政府携手 充分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汇聚各方力量 群策群力 共同推进县域足球的发展普及 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普及 要专业化 竞技化 要让孩子在运动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制 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 致力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龙强对基金会关心 支持我线足球发展 让青少年足球供应项目 在我线落地表示感谢 他说 推动我线足球运动的发展 要着重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 让他们在运动中感受足球的魅力 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从而喜欢热爱足球 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 通过比赛的形式 在全线形成关心热爱足球的良好氛围 积极推动我线足球运动的发展普及 会上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相关人员 归州省几个试点县和观摩县的代表 横峰集团人员 特邀企业嘉宾 我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 进行充分研讨和交流 共同为推进中西部县域足球的发展 建议宪策 6月24日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 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意见和建议 切实推进教育整顿活动走深走实 我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第三次征求意见座谈会 县领导龚德雄 张维海 朱维文 国刚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我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 受邀参会的县人大代表 县政协委员 企业家 律师 人民陪审员 人民监督员 案件当事人代表 依次发言 大家结合各自工作和生活实际 对我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 并就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教育整顿成果等 提出了建议 会议要求 要认真梳理归纳大家的宝贵意见 并及时传达到相关部门 切实把意见 建议转化到教育整顿过程中 以更严标准 更实举措 推动教育整顿成果 转化为司法工作成效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贵州省 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即茶园浦安快乐足球系列活动 23 24日在我县举行 在活动现场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组织了 少儿围栏足球和幼儿足球教育示范课 活动组织方介绍 秉承足球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将把少儿围栏足球作为本次公益项目的重要内容 在各个校园进行推广 在现场的示范课上 教练带着幼儿园孩子们在小小运动会上 驰骋语音场进行体能训练 踢球指导 让孩子们在玩中学 在学中乐 有了这个围栏足球以后 孩子对这个足球有了了解 有了接触 后来还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那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运动对孩子的体能 他们的 还有增强他们的自信 还有他们团队精神 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据了解 现狱青少年足球供应项目 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下 由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重点运行的足球运动推广项目 亦在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通过资金 物资 人才 赛事等多方面支持 推进足球运动在我省县域地区的传播发展 在对口帮扶浦安县的公安部牵线搭桥下 这一公益项目在贵州的第一站来到浦安 我们这次带来的两个公益项目 主要目的就是 让孩子们从小能够接触足球 感知足球 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 踢球的习惯 有利于提高孩子的情商智商 也有利于他将来人生的成功 事业的成功 有利于贵州 经济社会的发展 把这个上尔维兰的足球引进到我们浦安 那我们是要通过这个体教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式 把我们浦安的这个小学 幼儿园的这个足球教育 逐渐地抓起来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